本视频由UCG提供 大家中午好 大家中午好 对 这是一个录播啊 一场特特别的独立游戏发布会的录播 可以三月老师给我们正式的介绍一下 然后就可以开始了 这是法国PID 大家看到标题 PIDPID是Plugin Digital 他们是一个在法国的一个中小型 游戏开发发行上 他们是主打那种独立游戏 然后 他们发行的独立游戏是来自五湖四海 什么游戏都有 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发布会 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 都是自己搞的吧 很少见的 应该是第一个自己搞的一个发布会 然后我们是负责 中文的 吹嘘 对中文的吹嘘部分 好来直接开我们开始 上来就看到那个小女孩 对就是中间那个游戏 他们发行游戏好多的 他们 什么样的都有 什么样都有 对 对 这个是阿尔巴了 中国展示 这看有点意思 这个 这个游戏 也是他们的 今天好像是我和德老师玩过 这是那个 这个也是好像已经发售了 对对对 这个是超人机器人也是前阵准12月的时候发售的 关注独立游戏的朋友其实很多游戏里都 对 对 Bandonship 是没有人的 没有规则 只有游戏 应先发布 very fresh 在遥远的非洲大陆 这个巴西 这个挺奇怪的 这个 这个第一个游戏 刚刚在12月16日发售 没结束的话 是那种多人合作 但 你看这个风格 你看不出来是个巴西 快乐是有警告 这不希腊 希腊神话的东西 他有点像 感觉本质其实有点像那种多人合作的开飞机 对 他就是很板设计 但是他有很多种玩法 就是他不是只有这种 他其实是那种很老实的那种街机的 他有那种 像以前 顺时 顺时 我叫顺时什么 以前不是有个吃鸡的 有吃吃包的 那种 以前街机游戏不是很喜欢弄点 玩家上 竞争的那种 减 奖励关卡 他也有类似这样 一些战场垃圾话 对 战场垃圾话 这个刚卖 刚卖 即将登陆主机 我不认地图了 我发现 这是挪威 字补写在上面我就不知道是 芬兰吗 哦 芬兰 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对 顺便一提 他这个 小女孩敲的鼓是 现实里面存在的 但是那个 萨米卓 是一个在 呃 在挪威一带 活动的一个 那种投注 这个游戏也是 卖了有一段时间了 今年4月的时候卖的 对 现在我们其实播过一段时间 是 这个这个 敲这个挺有意思的 九一收一我觉得 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啥 这时候应该是让我们当地 一星期的 当时我和德老师 迷路 这种游戏应该出打那种相挺吧 主要他 而且他 他的这个 你看 你也看到了 他是敲鼓 你可以飞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不起来 哦 我可以干这种事情 他所有东西都是跟敲鼓有关 哈哈 这个敲鼓还挺 他这个鼓的得法就是那种什么 掉进千年古墓 捡到什么上鼓神器 就这来很神奇了 撒满元素 他就他这个鼓在现实里面就是那个 撒米族那些人 那个我撒满自己用的一个东西 就中文叫这个永夜雪落 大家现在steam要收你就可以玩到 来了两个卖的 该来点没卖的 来就到猜地图时间 两个地理零分的人 国旗也不认得 怎么回事 这个美术风格就挺有意思 这个美术风格 虽然那个剧情我觉得有点魔幻 为什么一只蚂蚁要找回家的路 蚂蚁的家伯都在附近 你怎么走到这么远 他是那种纯平台 这个游戏好像没什么战斗 喜欢昆虫的朋友狂喜 你看都是那种 就是平台动作为主 那到底是什么是蟋蟀还是蟑螂 这蚂蚁吧 不是我就说 刚才遇到那个NPS出现了 出现了我自己擅长的这种 这种关系 但那个游戏标题 就是这两只东西的名字 这种游戏标题 那是蛮压挺大的游戏标题 他有一种 有那种 人类世界的 看到一些老战 像boss战的感觉 你看 還有個手指 螞蟻也太難了 為什麼大家都想吃螞蟻 我不懂的是螞蟻為什麼走得這麼遠 NNS遊戲 但這個遊戲其實上是有PC版 又回到了巴西 我口罩自帶RGB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耕田遊戲 我們 真正的玩家口罩都是RGB的 很符合這個發布會的氣氛 就很賽博 買什麼雷蛇的RGB 看我們 我覺得這種耕田的遊戲都差不多 但是這個遊戲是有點 有點什麼的 這遊戲是有一點 它 直翼過來就是什麼小島的 什麼 幽靈還是叫什麼 啊 恐怖遊戲 不是 沒到這種程度 但是它有一點超自然部分在 甚至可以咬蜜蜂 8C的開發商不容易 只能說 這麼多 它有很多個小島 啊 突然理解一切 這個好像也賣了吧 還是沒賣 我總感覺我好像 之前就看到的不小心 印象中是沒 歐里雪 好打架 挑戰地樓 就少都有 就少都有 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就是 那種 耕田類遊戲是 最早開始 逢他的 就什麼都可以 往耕田裡面 講 想想好像也對 有這麼多人 康明書啊 這個 全民臺 全民臺 對 這一看就是玩家蓋的房子 一個床兩個寶箱 狂烈要來了 那個縫合寶可夢 是一般人達不到的境界 我只能說 那個是太厲害了 對 那也是太強了 這個是這次發布會的重點 哦 哎恐怖遊戲 是不是 對 這是個 他一秒我就知道 這是個 芬蘭遊戲 芬蘭遊戲 啊 在血液之中流淌著 流淌著什麼 他的名字什麼 Lample 是一個芬蘭語 叫什麼 是惡靈的意思 小主角是個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是你 是你 誰在黑暗 揭露 隱藏的秘密 看到一個地堡 很多人 很多人 都知道 你的心 是 大點讓 朝九晚五上班族 大半夜的 我回去躺屍 對 對 來 再 掴揭露 涵 掴揭露 掴揭露 擁抱黑暗 光 整個 恐怖遊戲 就是那些 拭寒 那些 深深叨叨的 擁抱黑暗 和 真正是 無聲 無法抵達 無法 fight 我發現最近的恐怖遊戲 確實很流行搞一些妖脫晃腦的鬼 感覺 可能是不是可以打架啊 Wish this now OK 我們待會會試玩這個遊戲 這遊戲有試玩 感興趣的話大家也可以去直接西亞瑜 我才發現我有點擋住 他那個打火機 打火機上面是個5 也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就是開發商的 開發商的介紹 啊這什麼遊戲好真實 虛幻6座的 Software Engineer 軟件工程師 很少見到這樣登場的軟件工程師 別人一般都是坐在電腦前 真的 啊這輩子其實就是在戶外 很有特色 這是個小團隊 這個團隊每個人長得都很欲求 So I immediately chose to ask for help My name is Esko And I'm a writer 這是負責寫劇本的 And one of the co-founders of OneTrick 有一說一 這個地方環境好好 芬蘭嘛 芬蘭 這有這種北歐國家 肥歐國家 就你很少見到說 介紹開發團隊的時候是在野外 這個是好像藝術設定 好像應該沒進去 所以難怪他們要坐在叢林裡面 他們說的 怎麼好像有扇子 他們類似於就是那種 我一直想做個遊戲 但是最近2020年才開始下定決心 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恐怖遊戲 然後還吹了一下發行商的彩虹屁 哎我們就找了個發行商幫忙 那也 獨立遊戲開發商都會做 都走這條路 So that the story could happen to anyone We also wanted a narrator that can lead the player through the events in an interesting way 現在說就是希望讓玩家能夠身临其境 感動身受 產生帶入感 真的很有特色 我只能說作為一個開發的皮革 甚至能看到開發者在爬山 如果我把中間那段遊戲視頻 給換成死亡擱淺的話 這段好像也沒有什麼問題 是這樣的 大家覺得 哦對死亡擱淺就應該在任務國家裡面 有開發出來的 but that's part of the experience for u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ject was to make the horror side of the game feel fresh 我們希望 這樣這個恐怖恐怖的非常新鮮 啊 這個恐怖恐怖的非常新鮮 這個恐怖恐怖的非常新鮮 啊 你就覺得啊好像的確是只有芬蘭那些人 才會能做出這種的 這種生活 and because of that we can do this for a living now 哎果然是有 說到芬蘭果然必須得有 太硬核了吧 這個 那那他們 這是他們的特色 桑拿 這是他們的特色 就現在現在面對這個恐怖遊戲 心情有點複雜 你就想到 啊三個三個猛男在桑拿房里跟你介紹這個遊戲 是 哈哈哈哈 芬蘭嘛 對吧 哎 芬蘭 說到芬蘭怎麼沒有 怎麼呢 哦 热辣椒 啊 對 這個遊戲也是 這個遊戲好像 還沒賣 還是我們已經賣了 但反正他是有試玩 這是之前那個 呃 如果大家還有點印象的話 之前我們還報導了一個法國遊戲發展 那個 發布會 展會 裡面也有這個遊戲 哦 這個甚至有中文預告片 對 中文預告片 啊 但是就好難 這整個遊戲是圍繞著那個主角色出來的球來展開的 就是 角色會跟著那個球來動 然後那個球既是你的攻擊方式也是你的移動方式 但是 那� 那就是 是 那 那 那 就 那 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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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只能说就是诸多模仿者嘛对吧 但是其实也就美术风格学了一下 他的玩法不是这个 就他不是那种 像空洞骑士这种 相对比较正常一点的那种 常见的那种恶魔城游戏 他的攻击方式不是常见那种什么 砍人的打人什么 Xbox独播战好家伙 有些熟悉的 这个游戏卖相不错 你想不到芬兰人做了个 做了个这么特色片的游戏主 他不是像洛克人 他的设定上面其实很有特色片的感觉 天哪 性感 狂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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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这样好像 酷圈的动作 然后一个三百六度度 就全转然后给你电了一个方块 应该就是那种 你可以给自己装那种芯片 来改变你要用的技能 可以用的技能 感觉多少带点童年情怀在里面的 这个开发者 你想一想芬兰的一个组来做这个游戏 肯定就是什么 性感滑产 确实 这个游戏也是之前法国游戏发布会里面公布过的 但这次有一个更长一点的宣传篇 这游戏有点以前老PS1感觉的那种游戏 以为大家就能看到非常PS的画面 就这个 好强 他的关卡是一个一个的岛 他不是一个连续的世界 哦 哦 什么 出现了一些仿佛在卡邪道速通的操作了 我的天 其实以前那个墨西哥摔跤英雄也有这种 墨西哥摔跤英雄也是那种通过攻击来改变自己空中位置的那种方法 这个名单大家稍后可以关注我们发布的文章啊 这个名单大家稍后可以关注我们发布的文章啊 对我们会弄个文字版 对 对当时你对着对着那个文字版去搜就好或者就待会儿今晚我们会把这个录播上传 你可以再过一遍 对因为那个名字说的话 听英文的话你要一直想就想不起来 是 想起来我也不知道他有一些游戏还没有那个战士还没有中文名 对 这也是挺整个 但这些游戏都有中文法 很合理 没有没有名字没有汉坏 没有没有翻译的就是最好的翻译 我看着就 很抑合 Verno Edge 就他那把剑的名字 我带的是蓝色口罩 我们是蓝木 哎呦 守护者艾尔什么 艾尔什么龙 哎呀说到发布会怎么能少了所有 最后就我第一秒看到的时候我感觉就是 怎么有人2023年还在做卢阿卢 但席的并不是 他不是单纯的卢阿卢 阿卢的卢阿卢 为了 阿卢的卢 阿卢的卢阿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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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怎么玩过这类型的游戏 但是这类游戏的那个游戏节奏 可以让大家有时间去玩建筑的吗 阿卢的卢阿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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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一下后面这声的还有开風匡的事 没有吧我看那个玩法其实有点像那种 那个那种 那种 可是我也看到了一些RTS的要素在里面 二三年 上steam 是个手游 就那种跨平台手游 现在比较常见 就他不光手机 他也在电脑上面 这是印度尼西亚 也是个 不算恐怖游戏 什么 蜘蛛恐惧 不算恐怖的那种恐怖游戏 都控制个小孩子 所有种视角有点东西 哇 一看这个画面 就能感受到 印度尼西亚 好叫 感觉是我的菜 就东南亚的可能技术力不行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恐怖游戏的理念上 哇哇哇哇哇很冲好吗 就他们那边做的游戏 一个两个都很牛逼 就他们可能技术力不太行 但是他们在那个 但他们是真正懂自己在做什么东西的人 对 我只能这样说 他们搞恐怖是有一手的 哦 原来你可以扣制蜘蛛 好一个蜘蛛恐怖 蜘蛛进手 哦 这张图怎么这么真实 实拍 面对恶魔 选拼 所以看右边那张图恐怖不起来 水汪汪的大眼睛 大家一看到1145 就什么 你们就看到这四个数字就开心起来 是 抽象 哎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最初公布 第一次公布预告片的时候 我觉得是个骗钱牛 就 熟悉steam的人 你都会看到一大堆这种 什么模拟什么 模拟什么的游戏 但后来这游戏出了个事 然后玩了之后发现 哦不对 他们来真的 他们来真的 打鬼子 不是 这游戏没有战斗 是吗 你扮演的是医疗兵 医疗兵 你去救人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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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应该主角独白啊 是 我和我的comrade一起 走过了各种各样的战场 但其实就是那种 你要用有限的职员 然后就尽量多人 然后每一关都有不同的取消 我之前玩过的试玩 他的第一关是那个机场 就是珍珠港被被袭击的时候 然后他在机场那里救人 然后就是空中一边 就是有飞机啊什么的 然后你要去救人 躲飞机啊 然后资源是有限的 你要去找绷带啊什么的 就有时候你会陷入那种啊 到底是救A还是救B那种 他说我救到所有的人啊 然后就有些反程度的决定 所以严格印象家也不能叫卸战工具 但是我觉得挺扯的 异牢兵不给把枪 可能担心还是那种啊 这里游戏一旦给玩家一把武器的话 我就变了 我不用救人了 我把敌人杀光 我的队友就都安全了 我把敌人杀光 我的队友就都安全了 就只会变质 哦还有一些生动机器的设计 但其实就是每一关他会有一些 不是说就每一关都是冒着炮火 然后进去把双兵拉出来 不过这游戏开发有一段时间 我上次玩到这游戏的试玩版也已经特别结果 去年的时候已经 去年的时候已经 MEDIC MEDIC 哇有一说一哦 我看到这两个字在一起的时候 一时间没有意识到MEDIC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个医疗兵的游戏 是 是片尾画面开个玩笑 啊啊 结结束了 哦突然突然 突然间就结束了好家伙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试玩玩 对该试玩了该试玩了该试玩 哎就这这 发布会也就除一乐 先玩恐怖游戏吧 我觉得那就来那个 夹带一些主播的私货 哈哈哈我们就来玩玩这个桑那工作室 不是桑那工作室是那个 哈哈 芬兰工作室的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刚才三个三个 楼梦兰蒸桑拿一边蒸桑拿一边跟你讲这个 哈哈 呃一边讲这个游戏的开发 我还有一个卡 挺多的 哎呦这键盘 这键盘 这键盘不是以前放在我办公室桌上的呢 天天气很晚了 时间很晚了 该这个离开办公室了 这键盘这全世界的键盘 办公室键盘都用同一种是吧 昨天晚上刚刚跟着b站的up主 回顾了一下这个 哦5 years 这是送给他的礼物 他那个打火机 哇呃我们叫保罗Paul 然后这里这啊新概念笔筒 游戏介绍就骗人 游戏介绍又说你扮演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这这是朝九晚五 这已经不是晚五了吧 对啊 昨天跟昨天晚上刚跟b站up主回顾了一下 office有鬼这部恐怖片 只能说狠狠的带入了 待会儿啊就有人叫我去厕所的最后一格了 等会儿啊 怎么还能调查的 还能调查 off Coffee cup 没东西吧 他为什么捡起个杯会有一些奇怪的音乐 是不知道 prance will take out your light 对 infinite light resort 无核能手电 哎 可怕我们这 这是什么公司啊 送你的五周天纪念礼物是一个核能大火机 我 可能知道你最后能用得上 这个方是什么 还能跳 可怕 喂 就很地方特色 公司出来走两步进森林了 啥意思 下下井看一下 哇 直接跳 也就扣了三十曲还行 对 所以我觉得不是走这里吧 但是带着走一下 反正刚才存到了不怕 哈 就这 这是什么 不过刚才那个制作团队访谈那里是有说过 这游戏的前一段时间是更像是那种序章那种 更像是那种解谜类游戏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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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啊 你大爷子别揍 爱点C给你跑是吧 他说他都没找到地方 再来一遍 大姐 有毒 可以看出 制作组真的很爱森林 看到这个游戏又时不时又会出现一些 就是很现代的那种 但也有一些很抽象的东西 比如这个 the shell 还是一个壳 爽到 能爽打吗 没有 训练 先去教学官看一下 begin mission 这也太奇怪了我对应 一般不应该说什么mission begin 哎呀不用说 来 懂了 你已经懂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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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全球可以到你知道 我没有远程武器 敌人多元前武器 这怎么回事呢 哇不能碰敵人经典 你有看到吗那些那些敌人死的时候都有那种特色片就让我先待一会儿 然后再死然后再爆炸 对啊这修理有什么用啊 修压你修了吗 我去来干嘛呢我靠修补血了 我我前面死定的呀 哈哈哈 有道理有道理 是吧 太难了 我也觉得这种平台动作游戏没有二段跳都很难受 我们去看看第二关是怎么样 他试完还有两关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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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可以装插件 可以装插件 对可以装插件 刚才提到 刚才预告你也说的 是但我没想到 可以装二段跳模组吗 有 已经有了 呃 Catch Frog 感觉我可以继续了 突然间 哎呀 游戏突然简单了很多 这是一个需要升级的游戏 哦对 我的钩子远了 升级很关键 只能说 哇 这个刚才完全是两个游戏了 哎呦 Easy 你已经无敌了 我已经无敌了 这游戏有点东西了 只能说 屁不是啊 我有吃掉 Captain 前面有个大风暴啊 怎么 船员 准备好 风暴又来了 然后主角还在说 就这点小风暴 然后主角就被干掉了 寡的本来是这么生草的方式 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吗 我看预告的时候 还以为是什么 比较 比较传奇的 但这个故事也挺生草的 嗯 主角他的目的是找吧 就他爹抛弃了他 所以他想去找他爹 骂他一顿 哦我记得开发商说过 这个游戏每一个 每一个星球都是一张小小的银河城地图 那有地图吗请问 no map thank you 刚才那个反击有点尴尬 就是刚才那个敌人他有一下是能把你砸开 就是你会被他推开 然后刚好你推翻之后你的攻击就打不到他了 好家伙 还可以把别人弹飞 每次又感觉这招好无敌 但这招是需要普攻才能发动 就你他是需要消耗的槽才能有 这什么呀 什么 就刚才预告片里面就 就那种获得的新能力 dash major memory dash major memory LB就dash 虽然我没了记忆 但我能开飞船呢 好我们要成为空贼王 好我们离开了 哦出现了 我们要去哪里 哦这直接哇 对他可以他可以自己选你要去哪个岛 就他是拆成很多个小小的银河城 他可以聊一个天 嘿 那试完的时候这么多都可以去吗 好多人 是 而且MPC好像都没重复的你看 哇他没有MPC是长得重复的 这你看就是个打架的地方 哦好大 哇 那边小地图已经 看到了庞大的地图 每个星球的地貌都不太一样 哇 有点爽 有一说一 还有 我感觉这个游戏上手好像更简单一点 哦 这些套盾对来说是更有力 但主角的攻击判定太小了 小短手就这样 套盾好像挺好异 哦 可能这样 有一说也要借了 哎呀 我出手没砍到他 他砍到我 翻游蟹 翻游蟹 出去 哈哈哈哈哈哈 这游戏一开头就给一种 给一种爱玩不玩的感觉 你爱玩不玩 给我出去 哎这美术风格我挺喜欢的 醒醒吧 我们终于到了微笑堂 奇怪我不记得睡着了 感动是中文 是的 他在发布会的片头出现了 是 但是他没有实际在发布会里面出现了 这游戏好像很小 大家听声音有问题 直接提一下 感觉好像声音比刚才大好多 也可能刚才声音实在是太小了 声音的 大家来看一下 掌握我 很抽象 这几番有一种 有一种韻味在里面 你看 主 what 哇你看这 这盘子 动作好精细 好强 好强 动作好精细 等会儿 开个门 就要放这两个东西 那是什么鬼 会不会打到吗 哇 错过了下去的时机 RUN啊 哇一下死了 对 这种游戏 但是美术就值了一半的价格 对 这谁设计的 出战就是这种地方 等等下面是怪物 就请乘客们不要死在车门口 紧张紧张 极限插弹 怎么才能成为就是 没有回头路 完了是一个主角可能会死的游戏 微笑的 感觉是一个谎言 一般叫这种名字 都是一大堆疯子 都带的地方好比较微笑的 什么欢乐镇啊 哈哈哈哈 什么的那种 都都是这样 微笑啊 这么多微笑的 懂了 他们是这个小镇里面 唯一还在微笑 What the fuck is that 看了像宇航服 哇 然后这个里面整个是像那个 陈丹丹 有种献祭的感觉 有种献祭的感觉 nice 还来 我就知道他外面还有一场呢 有点抽象 是吗 借命 时间是敌人 你永远不会回头 你会摧毁一切 你会杀到所有人 微笑这些岛屿 祝福死亡 这几番带来一种莫名的诡异感 是的 诶 诶 主角没了 G了 是啥 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摔死了 我们可以再看主角G G一次 我裂开了 看我裂开 what 像那个草是干嘛 攻击 哦 这不会像类似用我的雪槽一样的东西 诶 嗯 你记了牛活了 是 我怀疑我需要不停的杀敌人来 获得那条草 不然我就会死 哦他不能爬那个什么 看时间到了会怎么样 嗯 啊果然了 有点东西 诶 诶 证明 证明的失误 过了这里就 今天就这样 哇 不能急 你跟他反复立了一个什么死亡Flag 我打了这场照 你回家结婚 过了这一关就下波 哈哈哈哈 Holy shit 乱了 心乱了 哼哼哼哼 哇 哦要跳要跳 哇 感觉这些人可能就是人类的终极形态 啊这样子 他也没爆啊 应该会有个什么特别 啊 哇 给你磕头了 哦哟哟 哎他有点意思就是 哎 意外的是个动作游戏呢 哎 现在变成了平台动作游戏 哎 这些人应该也是岛上的居民变的 就跟你一样嘛 就跟你一样 对可能所谓成为救世主 就是就变成这些东西 就并没有真正的救世主 来 跳顺里来啊 智空时间不够 然后就苦点后仰跳头 停止死跑 大哥 jesus 啊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不要不要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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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试 来 boss战呢怎么玩 就a跳我没了 要个蹲 蹲就不说了对吧 我理解为什么这么难了 真的难 哎 放了 哎呀 哇 哎 走 哈哈哈哈 哦 太阳下面有什么 demo结束感谢游玩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哼 笑出来了吧 笑出强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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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